我把我的情形用两方面来讲 一个是照会生活 一个是家庭生活 阿们 照会生活是我最开心的 星期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再过来就是家聚会跟春风的家聚会 阿们 都给我身体上心灵上无限的丰满的经验 阿们 再过来就是家庭生活 也就是我儿子他不住在家里面 以前呢因为我帮他剪头发 他头发自然卷在外面剪不过来 所以我就特别帮他剪头发 那就因为剪头发的关系再忙也要回来 回来家 就不觉得说缺乏儿子的爱还是怎么样 也不觉得说寂寞 结果年初的时候我剪他头发手发抖 他发现以后就不再回来剪头 那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就有人说你儿子不孝顺 都不回来看你 我本来心里面完全都不会介意儿子不回家 因为我是以他的工作为重 他的生活为重 我觉得说我不应该拖累他 所以说我不以为意 可是对人家这样子讲的心里面很难过 就加强督促儿子回家 就把那个门弄破一点 把那个水龙头的那个弄坏掉 就因为我儿子只要维修啊 你身体不好啊 就马上就跑过来 所以说他现在就比较常回家 我配时他就回来 昨天说忙得不得了天翻地覆了 结果还是我跟他讲说圆月一号叫他回家 要去修电脑 其实我电脑已经拿去维修了 反正他回家他会跟猫玩啊 他就忘记了还要修什么修什么 忘记了就可以再造成下一次再回来 所以说我就心里想说 其实儿子回来我也没什么话跟他讲 我们该讲的话剪头发的时候都讲完了 只是就是说他回来给人家看 不是自己满足 心里面想说他忙得不得了 还要回家实在是太那个 这做妈妈的不知道怎么做 为了要人家不讲话 只叫儿子常回家 再过来就是 我的健康问题 在年初的时候 一直到上个月身体都不怎么好 现在有恢复的现象 感谢赞美主 我能够来聚会 我能够参加相调 更能够抄圣经的经文 感谢赞美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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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